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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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 還有各位委員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討論 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正草案 剛剛聽了許多委員 對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條文發表看法 有委員說 今天工服法通過了之後 將犧牲農業 將犧牲食安 將讓農地破碎化 我想請教國民黨的委員 今天不修工廠管理輔導法 這整個農地就完美無缺了嗎 所以 拜託各位國民黨的委員 不要再駝鳥的心態了 不是把頭埋在沙子裡 這一切就不存在 我們看到農地上存在的 許許多多的農地工廠 已經超過40年了 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我們今天 來進行工廠管理法的修正草案 是希望針對目前已經存在的問題 用務實的態度來解決 我們都知道工業用地的不足 價格的昂貴 這個都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國民黨這麼有破例 在40年前你們執政的時候 當農地上冒出第一家農地工廠的時候 你們就要拿出破例把它拆掉 相信今天這一切的問題都不會發生 如果你們有遠見 你們在40年前執政的時候 就要開闢足夠的工業去用地 讓這些中小企業 有工業用地可以去使用 可以去設廠 今天你們指控這些農地工廠 他們污染 他們違規農地的使用 這個也不是他們願意的 他們也希望能夠有工業用地 可以進駐可以去設廠 所以今天這一切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已經超過40年了 這個是歷史的工業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大家 用一個務實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問題 來處理這個問題 彰化縣是農工混合的一個大縣 中小企業加速是全國數一數二的 很多的中小企業可以說 都是隱形的冠軍 為台灣賺盡很多的外匯 也提供很多在地的鄉親就業的機會 讓很多的子弟不用離鄉背井 當國民黨你們在指控 青年北漂的時候 那你們為什麼現在又針對這個問題 在這邊指控說 我們要讓這些農地工廠 讓它合法化 是在犧牲農業 蘇院長也一再的強調 今天工府法我們的態度 希望將它納管 我們的原則就是我們不再犧牲 1.4萬公頃的農地 來增設 來讓這些農地工廠使用 我們不再犧牲這個農地 我們希望讓這些 謝謝 谢谢观看